记者陈丽严综合报道,由南韩影帝影帝刘亚人主演的《燃烧烈爱》,自堪称迎战首映后各界好评不断。 他在片中突破以往的帅气形象,誓言处于社会底层,身份卑微却怀有梦想的青年李忠秀,导演李苍东透露,忠秀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做的角色,也因此更想和刘亚人合作。 笑说,合作初期我就在想,刘亚人的这种角色形态,我们也许会是第一次看到吧。 刘亚人在电影中有多长令人脸红心跳的大胆镜头,预告片中24岁女主角拳中书替她打手枪,并发出喘息声的画面,也引发不少粉丝惊呼。 对此,刘亚人表示,电影中展现的,性,绝非只是个人的欲望而已,另外一种说法也可说是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行为。 而与刘亚人有多长对手戏的新人演员全中书在拍摄《燃烧恋爱》后,也大赞刘亚人十分细心,非常大度且气量宽宏,除了在拍摄现场十分照顾人,演技专业程度也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尊敬。 刘亚人前辈在很多地方不用说也能让别人产生共鸣,像是什么样的角色性格,都会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中,对于这方面,他是个理解力非常强的人,可以说是对人性有助很强的接受能力吧。 《燃烧恋爱》讲述生活圈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极端男人李中秀,刘亚人士,班,士蒂芬源,士,和女主角海美,全中书,士,之间发生的故事。 中秀是一间货运公司的临时送货员,在某个平凡午后,邂逅了名叫海美的女孩,偶然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两人原是同乡,因此也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 然而在无法预期的情况下,海美突然向她告别,踏上远赴非洲的遥远旅程。 在此相见时,海美身边却多了一个男棒班,在一次聚会中,班无意见透露自己不为人知的嗜好,而自从那次聚会后,钟秀开始一直联系不到海美,却在班的家中看见她送给海美的手表。 该片将于29日在台上映。 刘亚人在芯片燃烧恋爱誓言处于社会底层,身份卑微却怀有梦想的青年。 华应国际提供 请点赞 订阅 打赏9 jer米 打赏9 打赏9 别碎